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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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因愛變不一樣 心中永远驻着对方 还是一种安全感 强心的温暖 无条件依靠的肩膀 是谁让我如此心满 为我摆盘向小却散 是谁愿放弃所有 守在我的爱好 做了我黑夜里的光 无论我的身材变得怎样 将我穿回自己绝望逃向 感谢在我最最脆弱的时候 陪在我的身旁 不过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对 对 对 我衣服给你运好了 我先走了啊 我还没付你工资呢 我不要了 就当赔你的外购钱了 不是朝黑体制真是绝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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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有意打碎你家花瓶的 我吃了你的外卖 会打碎你家花瓶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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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花瓶 你在哪儿买了多少钱 我赔给你一个新的好不好 这个你可能赔不起 不不不 我虽然很穷很穷 但是我打碎别人的东西 要赔的道理我还是懂的 我堂 堂堂正正地做人 我不拖不欠 我不管用什么方法 我哪怕分析付款 我一定会赔给你的 对不起 既然这么有原则 那 好吧 那我就等你来找我喽 什么 这个花瓶真的没办法修补了 可惜啊 那么值钱的古董 怎么办呀 怎么办呀 把我帮你 王小姐 开门啊 该结我房租了 王小姐 我知道你在家 快开门 你欠了好好结我房租了 王小姐 这是雪上加霜啊 黄小姐 开门呐 黄小姐 或许留着这些钱 还能挽救一下 只能先对不起房东了 可怎么挽救呢 老板 那个新保姆的资料 我都给你找好了 你看一下吧 不用看了 你还是看一下吧 起码认一下人家长相啊 不是啊 我的意思是说 你别像上次一样 因为不认识人家长相 把人家保姆的小偷抓了 这多不好 你这三天两天做换保姆 也不是办法 我给你念语啊 这个你别担心了 新保姆很快就要有人选了 谁啊 干净 整洁 符合我一切要求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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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想到 我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了 听来说吧 这是我全部的积蓄了 但是你放心 我一定会凑够数还给你的 只是你需要给我点时间 以我现在的收入 去掉房租饭钱 大概还需要个七 他笨笨的样子 好像还有点可爱 我留下 就 总之我是绝对不会赖账的 七八年啊 你应该知道 古董会随之时间而升值的吧 就算还上钱 那七八年的利息 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那我该怎么办呀 我现在就是一个没车没房 没存款的三枚人员 每个月省吃检用也只能攒下一千五百块钱 小可怜 让我来拯救你吧 那我给你个好的方案吧 什么方案 跟我来 来做我的保姆 负责我的一日三餐 外加衣物清洁整理 日常家务 每月一万五 应该是你现在工资的两倍 一万五 另外五险已经齐全 年终有双心保持保住 这样你的七八年 就可以变成三四年了 你说的 不准反悔 我说的绝不反悔 而且我更相信白纸黑字的合同 好 八十八页 也没有很长吧 我能问一下吗 你们为什么要找我做这个保姆啊 不能直白告诉她 她的优点 毕竟她还欠我一个花瓶 因为你胖 这算是什么理由 这个就是理由 没问题就签字吧 好吧 好险好险 差点暴露了 她是不是后悔了 画个圈圈就认不出来了 你这签的是什么呀 苏唐 我的名字 你这签的是什么呀 你这签的是什么呀 糖酥 酥糖 我真是个小机灵鬼 一共就两个字 还是我最讨厌的两个字 这么甜的两个字怎么会讨厌呢 以后还是叫你胖酥吧 听着可爱多了 嗯 好了 老板 嗯 好了 老板 嗯 好了 老板 这签的总裁黄甫决啊 看样子得让她知道 当一个保姆的自决心 好了 合同现在已经签了 你要牢记合同上的每一条规定 严格遵守 绝不能出错 第一条 你是二十四小时全天候住家保姆 老板给我的房间还不赖啊 必须随叫随到 老苏 过来一下 来了 第二条 安排好老板的每一顿饭 色香味必须全部达标 第三条 绝不可以忤逆老板 老板说什么就是什么 白亮镖 瞄准 可以啊 命灭人性 第四条 不可以比老板先睡 先老板之忧而忧 后老板之睡而睡 怎么啦 怎么了老板 第五条 家中任何角落 时刻保持干净整洁 无异味 别忘了 堆借了 这个味道 好香 你会做黄鱼馄饨吗 什么 没什么 首先呢 我们欢迎玉萌萌小姐 大家好 萌萌小姐好 萌萌小姐最近又漂亮了啊 就看个电视嘛 至于 接下来呢 我们欢迎陆颜知 陆天王 颜知 陆先生 这边请坐 好 谢谢 非常感谢二位今天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 那也听说二位最近的合作是非常地频繁 外界呢一直对你们的关系很好奇 在今天的采访中 有没有什么想要告诉大家的 这问的是什么问题啊 简直造谣是提问嘛 就是啊 一看就是假的嘛 他喜欢陆颜知 他没发现吧 我非常高兴可以和颜知哥哥合作 因为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 他都提供了我非常多的帮助以及照顾 借此机会 我想问颜知哥哥一个问题 该不会是我想的那个问题吧 你愿意一直这么照顾我吗 果然 那他会接受吗 我们的露天王果然是魅力非凡啊 有萌萌小姐姐 不能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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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是非常幸运的了 谁啊 这难道是官宣了吗 你怎么办啊 颜知 真的是天作之合呀 谢谢 谢谢 也非常期待二位之后能有更多的合作 为我们带来更好的作品 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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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对不起啊 我真是想到了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 从前有一个不是很美丽的笨猴子 他一心只想要唠月亮 但是没想到 月亮王子身边 总是有着很多的人 所以 那个笨蛋就想啊想啊 终于想到了一个笨法子 他开始在月亮王子面前上蹿下跳 想要吸引月亮王子的注意 虽然 这样会惹烦月亮王子 但是 只要能吸引到月亮王子的注意 对他来说 就已经足够了 他目光停留的片刻 就可以让我开心很久 他目光停留的片刻 原来他就像月亮一样 被光芒笼罩着 但始终是遥不可及的 原来他就像月亮一样 原来他就像月亮一样 被光芒笼罩着 但始终是遥不可及的 你一定觉得这个故事很傻很可笑吧 没事你就当笑话听一听吧 傻是傻 但并不可笑 没有人会嘲笑一个努力付出过真心的笨蛋 我竟然被这个家伙安慰到了 我堕落了 你别哭了 明星台上台下差距很大的 本丝滤镜别太重了 来 我不是本丝 我是 真是可爱不过三秒 你节目也没什么好看的 别看了 看看他们到底要干吗 别看了 我要看 别看了 有什么好看的 不行 我要看 你别看了 我要看 给我看 他心跳怎么这么快 还一直看着我 他心跳怎么这么快 好重啊 好重啊 对不起啊 老板 对不起 慢着 他要干吗 这张脸 我怎么越看越觉得 我怎么越看越觉得 完了完了 他是不是认出我了 脸好大 吓死我了 幸好没被认出来 黄鱼昏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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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黄鱼昏怎么刺了这么多呀 什么时候才能心忙呀 你会做黄鱼昏吐吗 什么 没什么 没想到随口一问 他还记得 无论 无论换了多少场景 又难过又开心 又争吵又甜蜜 最简单的剧情 最难忘的经历 爱自己 爱自己 爱昨天 握手也合了吧 哪怕 哪怕是分开的结局 哪怕是分开的结局 曾爱得很努力 也懂得很尽心 奋不顾身 爱过才不会后悔 全世界唯一的你 谁都无法代替 那么多年 未曾走远 跨越人海距离 好想大声告诉你 这些年我始终 没放弃成为 更好的自己 全世界唯一的你 永远心存感情 泪流之间 闭上双眼 享受岁月洗礼 算是不能交换我 最真最切 最深的回忆 比烟花沾满天际 还美丽 全世界唯一的你 永远心存感情 泪流之间 闭上双眼 享受岁月洗礼 你 算是不能交换我 最真最切 最深的回忆 比烟花沾满天际 还美丽 最深的回忆